书友们,近期有很多人给我反映说有带新字笔的字都是比较难的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写一下新字笔如何把它的整体字给写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先写一下思考的思 两边往里靠 这一盒比较短,左右都不用接住 竖笔居于中间 这里甩出来 这里稍微凸出来 那么这里写点刚好从这里延伸出来 好,这个转折角从这里转过去的时候是最难的 最难的,很多人的确写不好,说实话 点 提上来,然后往这里压住 有些人直接点一点,然后不用提 当然也有 说实话,如果你有提上去这个动作的话,更能显示出这个新字笔断一连的这种感觉出来 这个新字大概就是你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这个新字不要往这里靠了,稍微往这里突出会比较好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角落是比较突出了,比较张扬了,所以写的时候呢也有意把它写中了 好,这个一定要很重要 接下来这个链字 那么这里呢,稍微往上靠一点 这笔比较细长 这里呢,这个转折角呢,很多人写不好 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到这里的时候是最重的 因为最重的才会折上去 这点呢,应该记得很清楚 顶往这往上抬 面字啊,很多人呢,把这个头顶的这录出来,这个部分的写的很长 其实要露一点点就行了 它整体来说的话是比较长的 不要把它写的很扁的 很多人习惯把这个面字写的很扁 这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泰度的太子 他的笔画相对来说会比他新 比其他有关于新字的字来说的话 稍微多一点点吧 左右一定要写的平均一些 好,这个转折角我也在强调下 到这里放慢 一定要放慢一点 因为太快的话可能会转不过来 说实话 其实呢,有关于新字的一些字都是大同小异的 需要注意的就是把这个新字稍微压扁一些就行了 然后尽量的话把这一笔写重一点 不要到这里的时候很轻 很多人的习惯就是垂笔很细很细到这里还是很细 这里呢,是一定要避免的 今天我们讲的这三个有关于新字的一些字呢 大家可以回去练一下 多回去练一下这些字 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